不管怎么话说回来呀 虽说这位包四是长得眉艳动人 不过还有一件事 却让周幽王是漫漫不乐 什么事呢 就是呀 这位包四他老是不孝 你们说这一位绝世美人 老是蹦着一张脸面无笑容 这也难以取悦君王嘛不是 于是呀 这妖王就和一群奸臣小人们 想了一计要让包四大笑 接着呀就带着包四 上了离山的烽火台 然后命令士兵点燃火台 敲击战鼓 装作是军情紧急呀 这四方诸侯一看了 还真以为是京城里头发生战事 赶紧带上援兵前去支援哪 没想到这一上了离山 一见 怎么盯点的事也没有呢 这诸侯们啊是大眼瞪小眼 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们才知道 是被幽王给骗咯 不过话说也奇怪 这包四啊一见到诸侯们 不知所措的傻样 还称的是大笑开怀了 于是这幽王啊就对着诸侯们说 哎呀各位各位 寡人只是为了博得红颜一笑 才出词下策的 没事没事各位请回吧 哎呀你们听看看 这种玩笑开得了吗 这是军国大势 岂能而戏呀 这周游王 失德失信 从此之后啊 这诸侯们就对大周天子 失去了信任了 哎果然 数年之后 许多诸侯们啊 纷纷称霸称主 都不再理会朝廷了 于是这周朝呢 就这么由上而下 一层一层的败坏下来了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啊 这神州大地上 先后出现了 齐 宋 晋 秦 楚 五位诸侯 以强大的军国势力 在天下称霸为主 号称春秋五霸 这个时候啊 大周天子早已是 形同虚设了 不过这还算好的呢 就在春秋五霸之后啊 那天下是更乱了 人心啊 没有了道德的标准 个个是唯利是图 一些小诸侯们啊 也顺应时势 足兵建国是各聚一方 这个时候 是天下群雄并齐 战活不息啊 而这大周天子呢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就在这群雄并齐的时代 这神州大地上 又出现了七个 最为强盛的国家 那就是秦 楚 齐 燕 赵 魏 韩 号称战国七雄 这七个国家呀 靠着兵多将广 彼此之间是你来我往 而鱼我诈 争夺相斗 全毛相交啊 使得是天下饶嚷 敬封烟 神州战火山绵营啊 各位 这战国七雄 到底还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呢 咱们下回再说吧 咱们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